接下来王一璋 台中报道 刷驶轮就已经沉默了 看到船员在大海中载幅载程 巨浪不停拍打 就快消失在海面上 海军人员紧急抛下救生圈 一被揪上来 船员筋疲力尽 累趴兔满地 另外一艘搜救艇 也正在和死神抢时间 上岸的惊魂未定 但不幸的事 也有一句句冰冷遗体 穿着残骸在海上漂浮 这起沉船意外 就发生在清晨四点多 一艘在满沙石的 台积货轮海翔八号 行进基隆外海九海里处食 疑似机械故障 船身突然倾斜十度 原本船长要掉头开回基隆港 谁知道大浪打来 整艘船马上翻覆 消失在雷达萤幕上 海军队紧急赶往救援 我正在睡觉 然后船长管波 管波穿救生衣 我们就穿好救生衣到家子来 然后已经看到船 船上台积和印尼船员 共十五人 七人生还 六人丧命 其中有两名台积船员 另外两人下落不明 包含船长董荣根 吴正连眼眶泛红 船长家属焦急等待好消息传来 无奈风向越来越差 整个海巷的状况是越来越不好 加上农物的关系 那么搜救会有一些困难 海巷队派出空中执任机 和救援艇海陆全力搜救失踪者 但奇怪的是 轮机长没上船 船员竟然违规出港 航港局也正在进一步追查 逞船原因 接下来蔡日恒急 我摸倒